克里米亚大桥被炸全面解析 俄将如何猛烈报复 当地时间10月8日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发表声明称 当天上午一辆从塔曼半岛方向 驶上克里米亚大桥 即克赤海峡大桥的火车发生爆炸 引发其上方火车的7节油罐车厢起火 爆炸造成克里米亚大桥公路部分的两段引桥断裂 今天文章我简要分析 与克里米亚大桥被炸相关的五个问题 一 谁炸了这个大桥 二 桥是被什么爆炸物炸的 三 炸桥的政治和军事意义何在 大桥何时能修复 四 这算不算恐怖袭击 五 俄罗斯将会怎样猛烈报复 一 谁炸了这个大桥 我首先端出结论 克里米亚大桥100%是乌克兰方面炸的 虽然乌方并没有直接承认 但与历次俄罗斯本土受到袭击相比 这次乌方非常高调 差不多间接承认了是他们所为 下面我说说做出这个结论的主要理由 大家可以去查证 在俄方仅仅说有一节油罐车起火燃爆 并没有对大桥造成损伤的时候 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早上在克里米亚大桥油箱着火 部分道路被摧毁 一切荣耀属于乌克兰 也就是说 乌空军第一时间知道克里米亚大桥炸成了什么样子 很快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发布推文称 克里米亚大桥事件仅仅是一个开始 所有非法的事物都将被摧毁 所有被盗取的事物都将归还乌克兰 俄罗斯的占领将被全部驱除 这个官方账号一向是乌克兰对外发言的最权威渠道 差不多就是认领了这次对克里米亚大桥的袭击 是无方所为 稍后 乌克兰国防部在国际社交媒体表示 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克斥大桥及克里米亚大桥 这两个俄罗斯在乌克兰领土克里米亚半岛上的著名象征 都已不复存在 俄国老猜猜猜接下来会消失的有什么 这个其实也说得很清楚 跟莫斯科号巡洋舰一样 根本不是你们乱丢烟头 就是我们干的 接下来我们还会干掉其他的 此外 10月8日克里米亚大桥爆炸发生后 乌克兰真理报第一时间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 炸毁克斥海峡大桥是乌国家安全局的一次特别行动 爱沙尼亚外长雷恩萨卢称克里米亚大桥爆炸是勇敢的行为 并祝贺乌克兰特种部队 这个当然不是直接证据 因为这位外长跟我一样 也是看了相关报道发表感慨 不可能掌握比我更多的证据 二 桥是被什么爆炸物炸的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那么重要 但往往读者最为关心 人们普遍受好奇心驱使 本身无可厚非 昨天霍西克里米亚大桥被炸后 我第一时间写了文章分析 因为当时只有不多的图片和视频资料 文章中提到了两种可能 导弹袭击和预先放置的爆炸物 文章写好后 看到俄罗斯媒体一个报道 称官方确定 克里米亚大桥受到导弹攻击 文章发出来不久 看到国内媒体转发俄官方通报 说是一辆货车发生爆炸 炸断了大桥 并有一段疑似大桥监控拍到的视频 我相信 按正常的形式调查程序 包括必要的现场证据检测 检验 不可能很快得出权威的调查结论 而且按俄罗斯以往一贯做法 公布的最终调查结果 未必就是科学的形式调查结论 而是服从和服务于 他们的政治需要 以目前公布的视频和图片 有三种可能 其中第三种可能性最小 一 货车引爆 不考虑安检等因素 引爆地点一定会和桥梁专家 沟通一个最佳位置 货车完全有时间停止 或非常缓慢地靠近预定地点 最佳位置不是在引桥附近 而是在大桥中间位置 或者在列车与公路桥 差不多平行的位置 过海峡大桥的列车速度非常缓慢 货车完全可以选择 与其并行时引爆炸弹 那个监控视频中 未见卡车爆炸前有任何减速 也没有加速 这极不符合 驾车自杀性攻击的一般习惯 再就是汽车炸弹瞬间引爆 如何把两段桥面炸塌 这个也很难解释 当然 这种可能性确实不能排除 若卡车装载的炸药量非常大 可能震塌相邻的一段桥面 从卫星图像看 似乎确实只有公路桥 一段桥面中间一个爆炸点 其他破坏 都是受到了猛烈的爆炸所波及 至于监控拍到的卡车爆炸画面 不能证明一定是卡车装载的炸弹引爆 从天而降的导弹和桥底下埋设的大型爆炸装置 都能产生同样的画面效果 二 导弹攻击 这个可能性排第二 既然只有一个明显弹着点 要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 反舰 反雷达导弹都没有这样的威力 只能是地对地导弹 或空对地导弹所为 我之前文章介绍过 乌军确实拥有这样的技术能力 乌克兰军队自行研发的出口到沙特 不久前被沙特送回的 一款地对地导弹雷霆2 有700公里的最大射程 打击误差在5米之内 此外 乌军装备较多的苏-2武攻击机 可以挂在多款 前苏联生产的空对地导弹 至于说 俄军在克里米亚大桥 安装了非常多的防空系统 我相信无论是密度还是技术性能 总不能跟莫斯科号巡洋舰相比 所谓一只苍蝇都逃不掉在实战中被无数次证明 不过是吹牛的神话 从开战至今 没见俄罗斯防空系统打下多少乌克兰军机 现在更是开机 即被乌军反辐射导弹摧毁 三 预先在大桥下埋设的爆炸装置 从桥墩被摧毁程度较小 爆炸引燃了相距较远的铁路桥上通行的油罐车来看 不像是公路桥下的桥墩处埋设的爆炸装备所导致 网上有图像显示 爆炸发生时 桥下恰好有一艘船只通过 那个图像非常模糊 绝不能成为有人在桥下安装 并引爆了一个巨大爆炸装置的证据 三 炸桥的政治和军事意义何在 大桥何时能修复 克里米亚大桥是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 是连接俄罗斯本土和克里米亚的交通命脉 全长19公里 跨海部分7.5公里 2018年5月开通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出席该大桥的开通仪式 该大桥不仅是俄罗斯多年来少有的超级工程 更是俄罗斯拥有并控制克里米亚的象征 在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中 克里米亚大桥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后勤保障 与兵力输送等关键作用 对扎波罗市 赫尔松和克里米亚四万俄军和一万名公职人员的 后勤补给 高度依赖克里米亚大桥 其重要价值不言而喻 克里米亚大桥的公路桥被炸断半边 靠近铁路桥的另半边完好无损 而官方昨天第一时间决定 大桥交通将被封锁至10月31日 今天有消息称 公路桥完好的半边恢复了通行 视频显示 警方将半边完好的双车道临时改为单车道 两边有警察把守 交替放行两边的小汽车缓慢通行 从现在公路桥受损程度看 半边桥墩在爆炸中受到破坏 需要先修复桥墩再修复桥面 以克里米亚当地的气温 使用强度符合技术要求的特种水泥 以最快的施工进程 最少20天才能完成桥墩修复 然后需要再增加至少20天完成桥面修复 并具备通车条件 急公路桥需要至少40天才能完成修复 铁路桥多处被油罐车外泄的柴油烧了三个多小时 大火最终被消防直升机浇水扑灭 多处护栏钢管被烧塌 但整体受损情况似乎并不严重 具体需要技术评估才能做出结论 如果短时间能修复 对俄军后勤补给的影响就不大 从目前克里米亚大桥受损情况看 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 如果经检测铁路桥在修复前无法使用 则军事意义同样十分巨大 从政治上讲有如下三点重大意义 一 乌方向全世界宣示了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领土 而且决心不惜以军事行动予以收复 二 乌方以实际行动告诉西方阵营 根本不用理睬俄罗斯的核威胁 乌方有权动用一切手段 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西方阵营需要打消顾忌 加大对乌军事援助 三 乌方通过行动表明 俄罗斯已经前驴即穷 所有的口头威胁只不过是虚张声势 从军事上讲 乌军可能通过持续打击克里米亚大桥 来削弱和中断俄军 对乌克兰南部的后勤补给 并在克里米亚赫尔松俄军占领区引发恐慌 爆炸发生后 俄方宣布 已经准备好了紧急情况下的轮渡运输 但轮渡货运和客运的能力均极为有限 且效率极低 克里米亚当局还发布安民告示 称当地基本必需品库存可满足两个月用量 汽车燃料供应充足 供应量足以维持15天 这点储备量如果发生抢购 分分钟断货 到目前为止 尚未听说 受影响最大的克里米亚半岛发生诸如排队抢颜的新闻 社会生活秩序基本未受影响 俄方和检中许多人认为 乌方炸毁克里米亚大桥的行为属于恐怖袭击 我不是很认同这种观点 我两三个月前的文章说过 乌军如果在南部发动大规模反攻作战 特别是即将发动收复克里米亚的军事行动之前 乌军一定会像他们公开威胁的那样 使用一切手段炸毁克里米亚大桥 这不仅是因为这座大桥政治上是克里米亚与俄罗斯的联系纽带 是普京总统的心血和历史功绩 军事上是俄军最主要的后勤补给线 是最重要的军事打击目标 所谓恐怖袭击指和平时期针对平民的无差别武力攻击 而俄乌现在处于战争状态下 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 这不是说战争状态下 就可以随意摧毁平民设备 随意危害平民 事实上蓄意杀害平民触犯战争罪 但不是形式上的恐怖行为或危害社会安全罪 不说惨绝人寰的不查事件 俄军用导弹和远程火炮摧毁了马里乌波尔 北顿涅茨克两座城市几乎所有居民小区 炸毁了乌克兰境内大量医院 学校 住宅 商场 超市 影剧院 公交站 水库大坝等 100%民用的设施 造成了上万平民死亡 乌军怎么就不能打击克里米亚大桥 这个至关重要的军民两用设施呢 即使是乌安全局特工实施了卡车自杀性攻击 也不能认为是恐怖袭击 只能说这个执行任务的特工非常勇敢 现身精神可歌可泣 当然 这样的自杀行动也非常残酷 这也是所有特种作战或秘密战线斗争的残酷性 跟战场上牺牲的战士相比 他们需要更大的非凡勇气 战争实际上就是无情的杀戮 不可能只允许俄罗斯军队随意杀人 而乌克兰人却不能反抗 只能任人宰割 这也是为何我非常反感简体中文网络上每天无数人喊打喊杀 为战争欢呼较好的原因 5.俄罗斯将会怎样猛烈报复 乌克兰高层多次公开表示 一旦乌军具备技术条件 将毫不犹豫地摧毁克里米亚大桥 这既是消除俄罗斯夺取乌克兰领土的奇耻大辱 也是切断乌克兰南部俄战领军后勤补给线的必然选择 俄军认为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领土 警告乌军攻击克里米亚大桥将遭到毁灭性的报复 就在今年7月 俄罗斯前总统县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维杰夫就放出狠话 如果乌方胆敢袭击克里米亚大桥 审判日将非常迅速且猛烈地到来 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之后 俄罗斯官方一开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认为只是一场小小的交通意外 在乌克兰方面高调宣传 国际媒体大量转发相关视频图像之后 俄官方认定大桥遭到人为破坏 并指乌方应对此负责 普京总统下令成立了一个俄副总理牵头的专门委员会 统筹相关应对措施 又签署了一个专门的总统令 则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全面加强克里米亚大桥的安全保卫 俄罗斯议员和官员们说了很多狠话 但到目前为止 俄罗斯官方尚未宣布对乌克兰的具体报复措施 一向狠话说尽的普京总统最亲密战友梅德维杰夫 则至今保持沉默 违发一言 过去24小时俄罗斯和简中的各路专家一致认为 克里米亚大桥被破坏 将导致俄罗斯采取高强度的报复行动 许多中俄专家网络上异口同声表示 由于克里米亚大桥十分重要 俄罗斯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并划定红线 克里米亚大桥被炸 俄罗斯没有选择 只有使用高强度的报复 才能使得外界相信俄罗斯划定红线 坚守红线的决心 可是除了有个别专家暗示俄罗斯 可能运用战术核武器报复 或者说俄方会加大 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 我真没看到任何一个专家提出了 任何一个可行的具体报复措施 目前远微到鱼死网破的时候 借普京总统一百个胆 他也不会动用核武器 猜测普京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跟我完全一致 核武器一动就是死 不是死到临头绝对不能用的 除了核武器 俄罗斯还能怎么报复呢 炸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 之前又不是没炸过 连马里乌波尔 北顿涅茨克这两座乌克兰大城市 都已为平地了 前不久还炸了乌克兰一座水库的大坝 也炸过乌克兰的商场 影剧院 医院 火车站 还能怎样 乌方最有价值的基础设施 非西方军援乌克兰主要通道上的几座大型桥梁莫属 无奈俄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突袭的飞机 导弹不是被击落 就是吊在离大桥几百米 上千米远的空地上 如今俄军剩下的精确制导武器 屈指可数 而乌军防空力量大大增强 俄军拿什么打击乌方有价值的基础设施 俄罗斯方面还曾威胁过 要打击乌克兰的指挥中心 然后就对乌克兰各地 二十多个城市 发动了一轮导弹攻击 确实也摧毁了两个乌克兰市政中心 可是真没炸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和他身边哪个主要助手 亲信 过去俄军办不到的事 现在乌克兰各地防空设施 大大加强之后 更比登天还难 至于各个战场上真刀实枪的拼杀 俄军在顿巴斯战场上 过去三个月每天只有几十人 最多上百人的小规模进攻 总共占领了乌方不到 二十平方公里的领土 而乌军在南北两个战场大局反攻 短短一个月时间 收复了一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杀得俄军丢盔气甲 失衡遍野 连嘴上总能反败为胜的 俄罗斯国防部那个中将发言人 都不得不两次承认 俄军若非快速撤离 就可能被乌军围奸 除了一用自己就死透透的核武器 俄军最好的武器都消耗得差不多了 最精锐的部队差不多快打光了 除了让网络上的中俄专家们 亲自上阵杀敌 或者继续嘴炮战无不胜 俄罗斯真无法对乌克兰 发起什么最猛烈的报复 只能靠简体中文网络上专家们的口水 看看能否淹没乌克兰 我知道简体中文网络上绝大多数不相信这个残酷的事实 总认为俄罗斯还有什么大杀器 或者换一个前线将领局面就立即改观 那我们继续用时间来验证 归纳为一句话 俄罗斯除了低调处理 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一事 不会有任何所谓猛烈报复 俄罗斯划定的所有红线底线 接下来会被乌克兰军队一个个无情突破 目前我依然维持俄军动核的可能性40%不变 到乌军歼灭赫尔松2万俄军精锐之后 我会把这个可能性提高到42% 到乌军攻入克里米亚 或者2014年俄军和亲俄武装控制的顿巴斯地区时 我会提高到45% 当乌军完全收复克里米亚和2014年俄军和亲俄武装控制的顿巴斯地区时 我会提高到49% 说完克里米亚大桥被炸的事 再分析一个千真万确 令许多人觉得莫名其妙的大新闻 10月7日 泽连斯基签署了一项法令 江日俄存在争议的北方四岛 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 定性为被俄罗斯占领的日本领土 泽连斯基是在乌克兰议会做出相关决定后 将该决定签署成为法律 泽连斯基当天在国际社交媒体上高调表示 今天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 公正的 法律上无可指责的 历史性的决定 乌克兰重申 尊重日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包括其仍在俄罗斯占领下的北方领土 今天我签署了相应的法令 乌克兰议会有相应声明 我们呼吁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做出类似的决定 今天 10月9日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 就此发表了一篇很长的声明 表示 泽连斯基总统签署了第692-2022号总统令 重申尊重日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包括其仍在俄罗斯联邦占领下的北方领土 声明指出 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乌克兰最高拉达就日本北方领土问题向国际社会发表的声明和签署上述乌克兰总统令 是恢复历史正义的重要步骤 并重申了乌克兰对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规范的承诺 声明内容很长 我不一一引用 表面上讲 乌克兰制定这个法律并高调炒作此事 似乎是多管闲事或者只是给俄罗斯找不痛快 纯粹吃饱了称的 其实乌克兰此举大有深意 泽连斯基就曾公开说过 乌克兰现处于战争时期 他每天忙得焦头烂额 没空做表面文章来基辅的各国政要 千万不要空手来拜访 显然 泽连斯基是一个一心为乌克兰人争取最大利益 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 在我看来乌克兰此举至少透露出如下三点重要信息 一个是乌克兰吃定了打败俄罗斯 开始对战后地缘政治安排进行规划 二是表明乌克兰在战后地缘政治规划中 享有决定性的话语权 三是大动作向日本示好 寻求日本更大的援助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 是日本与乌克兰各取所需 在俄罗斯身上割肉 随着俄乌战争胜负天平 开始向乌克兰一边倾斜 且乌克兰打败俄罗斯胜利在望 不排除日本通过秘密渠道 向乌克兰方面争取归还 讹战北方四岛问题上的帮助 在得到乌克兰方面的可靠保障之后 日本会通过政府秘密资金项目 和动员日本跨国企业捐款方式 向设在欧洲的多个援助乌克兰基金 提供巨额资金帮助 在美国当年发动的 跟日本利益并无直接关联的 海湾战争中 日本就是最大的捐款国 如果日本得到乌克兰帮助 归还俄战北方四岛的保证 没有理由不向乌克兰提供 更大的资金援助 这是日本拿回北方四岛的天赐良机 现在乌克兰通过立法方式 对日本提供了支持战后 归还俄北方四岛的可靠保证 乌克兰总统外长还专门 就此发表了长篇声明 就看日本接下来如何不遗余力地 帮助乌克兰打败俄罗斯了 最后说三点感想 第一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及其团队成员不简单 至少做到了言行一致 第二 普京总统的领土扩张思想 停留在一百年前 军队战斗力停留在上世纪末水平 清起战端就注定了被羞辱 被打败的命运 第三 日本半个多世纪 不遗余力对外援助 在归还北方四岛问题上 被前苏联和俄罗斯多次戏弄 终于捞到了一个收回本钱的机会 过去24小时 乌军继续在南北两个战场 有反攻行动 俄军在顿巴斯地区 也有小规模试探性进攻 各条战线上双方皆出现 没有明显变化 有传闻克里姆林宫 决定提前改组俄罗斯国防部 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均已去职 普京还下令派亲信禁卫部队进入莫斯科市区 在多个地方实施临时管制 逮捕一些对战事不利 负有责任的军方替罪羊 这些传闻并没有可靠的信息来源证实 我并不认为俄罗斯内部会有威胁普京总统的异动 也不认为撤换俄军方领导层 会挽救乌克兰战场的败局 乌方单方面公布的 俄方战损情况统计图 未经第三方验证 但我综合各方面资料判断 可信度较高 这是观察战斗激烈程度的一个 最重要观察窗口 俄军死亡人数 装备损失还是非常大 自2月24日战争爆发以来 按乌方统计的俄军 韩清俄武装 死亡人数超过6.2万人 其中包括两位中将 十位少将 俄军第20集团军 第144摩布师长佐科夫少将 9月24日重伤未死 不计算在内 约1600名中尉道上校军官 我根据公开资料推测 乌军阵亡官兵约2.2万人 乌武装力量总司令8月22日 透露近9000名军人牺牲 布韩已知的被俘人员 共7000多位官兵失踪 另有一万多名乌克兰平民遇难 战争带来的人命损失 真的触目惊心